恶霸打了人居然还往对方要利器前 被拒绝后他更是砸了人家屋子 最终再也不能传宗接代 2012年4月3日农民大川刚干完农活 到家门口就遇见了熊孩带着两个小混混 一见到大川就上前拦住了他 你家门口拉子太多了 快点叫卫生非 大川心头一紧 这个熊孩是村上远近闻名的恶霸经常欺压百姓 为了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大川 拿出一百块钱 可熊孩根本就看不上这点直接骂道 这么点钱你打发要饭的呢 是不是看不辞我 大川满脸苦笑 你行行好 我身上九十点钱的 而且我们口的垃圾 平时都是我自己打扫的 说着呢就把钱往熊孩的口袋里放 而熊孩一向是喜怒无常 蛮横的推开大川的手 顺势一巴掌就抄了过去 你某掌了我的日子 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你交了卫生费 现在在把打你的日子钱和私业费 一共四千块给我就行了 听着熊孩打了自己 还要赔偿大川 连童死对方的心都有了 还有没有人关的 我要保安 你才不讲理的 听大川这么威胁自己 老修成怒的熊孩 又一脚踹翻了大川 拿起来地上的砖套 就丢进大川家的院子里 玻璃都碎了 然后又吩咐两个混混 吃他家我离巴掌时 走在了一个地方 你别放过 混混听到老大 这么吩咐了 就立刻行动 而大川的儿子 在屋内室下的哇哇大哭 眼看家里乱成一团 又听到儿子的哭声 他再也忍不住了 抄起旁边的铁搞 朝着熊孩 就狠狠地砸了过去 铁锹瞬间落在他的腿上 疼得熊孩大声地哀嚎 哎呀烦得挺冷的 自然还敢打 我你是真不想活的 走给我干他 他喊着小弟帮忙 可这时大川满脸煞气 双眼通红 两个混混都被吓得 愣在了原地 看大川动了真格 两个清醒 过来的小混混是扭头就跑 现场只有躺在地上的熊孩 这时他彻底害怕了 于是他开始求饶 大川哥哥 我把那一本可以还给你 以后再也不忘你要勤了 求求你饶了我吧 可此时的大川 已然丧失了理智哪里 听得见他的话 对着脑袋 又是两稿子下去 可没想到熊孩 往后躲闪了一下 正好打在当步 咔嚓一声传来 这个恶霸彻底没了后代 清醒过来的大川 意识到自己一着急犯了大错 赶紧拨打了报案电话 在原地静静的等待抓捕 要说哲雄孩还挺过分的 敲杂不成还砸人家房子 这是个谁谁也守不了啊 如果不是对方欺人抬身 有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哪凭目前的大家决定 达川的做法 得还是不对 咱们评论区见吧